巨大的弥勒石像 朱莉在中国大陆四川三江交汇处 去年河水暴涨 一度淹到大佛脚下 但今年却成这模样 大佛脚下台阶露出一大半 水字清除可见 中国大陆各地持续高温 再加上干旱严重 佛脚前的江水就能看出明显水位差 中国大陆中央气象局 18号就发布今年第一个干旱预警 因为包括江苏、安徽、湖北 浙江、四川等十个省份 都出现中度以上的气象干旱 专家担心在江下去 恐怕会影响秋凉收成 像张稻米在田里快枯死的景象 四处可见 根据中国大陆应急管理部统计 截至16号 盐都捐到一块了 这都太汗了 现在还没有脏顺的 太汗了这个 你看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盐都捐起来了 玉米也热到卷起叶子不长碎 除了水到玉米 高温天气也让蔬菜只在晚上生长 导致出产量严重不足 使得七月的菜价持续上涨 像是小白菜七月的价格就从每公斤 2.6元人民币涨到4.5元 中国今年七月蔬菜批发均价年涨超过两成 再热下去菜价恐怕要再闯新高 东南财政新闻彭德与张化珍综合报道